昨天,媒体传来消息, Cash患癌,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淋巴, 体重从20斤爆瘦到只有11斤多。 矿美元忍不住崩溃痛哭, 称,加油呀乖仔, 多谢你陪我14年, 带给我好多快乐时光。 要知道, 爱卷一个月大时, 就融入了矿美元的家里, 尤其是矿美元虽然, 从五毛钱零花钱, 打拼成身家武艺, 但单身多年, 只有狗狗的陪伴。 作为珠宝大亨, 矿美元送Cash上学, 请教练教他掌握握手, 坐下等行为, 而且一岁时已皈依佛门, 发好来法, 每日都需要参戴。 矿美元还给狗狗设计钻石项链, 豪至百万元开生日趴。 土豪程度, 和王思聪的狗狗王可可有的一比了。 但是, 矿美元的安全, 比王思聪逼格高太多。 为啥? 因为Cash会做慈善, 而且一做就是13年。 Cash半岁开始做狗医生, 由无牌行医, 到一岁成功考到狗医生牌照, 比如有时会跟随主人去探访养老院, 一天探访四家都不嫌累。 狗医生的存在, 是通过陪伴, 卖萌, 玩耍, 给养老院, 残疾人中心和过儿院等地的人群, 送去温暖或未及。 因为Cash常年性善, 更能通过表演为慈善机构筹款, 还获得过香港杰出动物大奖2009的奖项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 邝美云把刑善做到了极致, 不仅他在大陆圈建了54所学校, 连自己的狗狗也大做公益, 输出着能量。 也许, 正是爱和慈善的力量, 邝美云相当充狗, 如媒体所形容的, 爱狗如命。 很多吃怪群众没法理解, 但邝美云说, 子女长大会结婚, 老公有可能随时变心, 只有三猛男会永远跟住我。